2007年也算第一轮选秀 虽然他的顺位是第53个 被辛尼娜丁红人队也选进正中 而且签约金也不少 超过了60万美金 这球打成外野的飞球 打得还蛮扎实的哦 蛮扎实的又过去了 哇 这是在中间 一点点右外野方向的 深远的拳雷达 今天中华队到目前会指责 所有的得分都是靠拳雷达 单场的第三只 所以中华队的进攻真的 其实让人放心 你要压制这个球队 让他不得分手困 只是问题是你能怎么样 阻挡加拿大队的 对 不过现在至少这个半局 马上有所反应 追回来一分 现在变成两分的差距 所以这场比赛已经变成了 高比速的打击战 这是确定 对 这球投得非常的开 但是打击的是林毅全 林毅全今天 两个打数没有安打 所以拉斯卡今年在2A出赛16场比赛 在他这个救援投手才投了25.2局就被打了三只拳 他本来被场打就是比较多 而且自责分率也是非常高8.77 对这个时候派他上来 想压制中华队这个打线 是不太容易的 被打全力打之后 现在连续三个坏球 连续四个球都是坏球 他原本就有控球的问题 对 因为他25.2局就投了几个宝宋 17个宝宋 24个三振 他也有三振能力 一局可以投一个三振 但问题是 一局也强劲投一个宝宋 上来之后 刚刚面对林志胜想要抢好球数 但是他马上就被林志胜 轰了一支非常远的全力打 越过了中外野 这个全力打也是结结实实 毫无疑问 所以三分的领先马上变两分 而且这一平分马上就站上打击区 林志胜又被绑送 所以加拿大也赶快叫个战品 所以现在就看哪个球队 能够找到一个投手 压制 能够上来 对 投个一局两局不失分的比赛 中华队今天在中心打线上的都是林 林志胜林叶泉 现在继续要轮到的是林洪玉 林洪玉今天一个打数被三振 一次四块球保送 第一个球还是内侧偏高 所以他已经连投五个 右打者的内侧这种坏球了 对 他投了一个好球 那个好球就出了全力打 所以他不敢投好球 他可以来 叫他 所以直球没有办法控制 现在转头变化球 这个变化球考主审 这个主审判得也太慢了 真的 可以考虑这么久吗 规定主审说考虑一秒钟以后还没判 不能再判 不得上去 因为好坏球其实要 本人的反应是比较正确 会接近四十一点 打到了 打到手还是打到棒子 应该是打到手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痛呢 对啊 我胖了 主审一开始是判定 是打到棒子 现在主审在集会在讨论 那林鸿玉是陷入了很痛苦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打到他的手上 对 最怕的就是打到他的手指上 所以应该是个出身球宝受 所以裁判必须要做一个判决 因为这不可能说看慢动作重播来做决定 好 现在高志刚 赶快起来做准备 万一有需要的话 他要来接替 那经过了图审检视之后 他给判了是 然后现在当然加拿大会不满意 这个加拿大总教练说你确定吗 你百分之百确定吗 你从他口心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这个时候裁判必须要 坚持他自己的立场 这个时候再改判回去 加拿大对现在来做争吵是无意义的 是没有用的 裁判这个时候是绝对是坚持 他自己的这个立场 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个去检视的动作 而且他们自己会讨论过 刚刚好像旁边那个是一雷神 或者是其他的雷神 应该已经出来跟他说 因为这种情况 我们已经扛逆一个误会了 所以加拿大队现在真正应该要伤老金是 你要不再换个投手 你常常这个投手上来以后 被打了全力打 投一个四块就饱受 再来一个触身就饱受 所以这个投手的控球 根本是不合格的 从他今年在二人一投出来的成绩 也可以看出 刚刚已经念给大家听过 被打全力打的频率过高 都算了就保送这么多 所以你投这样的成绩 一点都不让人进去 完全验证在目前的状况上 所以你这三分的领先 现在不但已经变两分领先 对现在场上的投手来说 绝对不够用 但以中华队立场来说 希望他继续投下去 现在打击到的是张建民 张建民今天两个打数 一直安打 虽然有可能在做短打 张建民并不是打全力打的一种高手 虽然他今年创下他生涯最多全力打击 棒子疼过来 但是坏手选掉 尤其今天中华队是后攻 对 所以他有资格先追平击术 所以他永远有最后进攻的机会 旁边上有小熊系统的后援投手 Raka才说热身 张建民后面呢 是今天棒子很烫的陈俊秀 这个球他收棒了 但是球是好球 所以做短打的几率是很多 但他还是在选择 因为不是任何好球过来 我就点出去 林宇泉在二垒 林宏玉呢在一垒 这是一片高的坏球 现在球数是对打者张建民有利 队线不断在投变化球 可以 队友 对打者张建民的 对打者张建民的 是对打者张建民的 对打者张建民的 sing 确实的接到球 现在一个传短的球 造成了中华队攻占满垒 这是加拿大这场比较发生 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 基本上恐怕还要提一个 成功的牺牲打 现在可能换带跑 看郭泰源上来换选手 好像是要换带跑的样子 这球传短了 一个弹跳 这样配偶并没有准确接近手套 所以没有完成这个封杀 林毅全是安全上到了三垒 现在三垒没人出局 你看这个球传得太低了 传三垒本来就有风险 他这个集中生错 又传低了 所以技术上要借他一个传球的失误 对 现在小波换下去 所以待会他应该就是 由高志刚来帮他做接补 由林志祥上来带跑 因为他原本在二垒垒包 这一分是最关键 是最评分的 你希望一战就可以把这 至少二垒上这一分打 可惜现在救援投手被换下去了 洛斯卡投不下去了 刚刚场面上看到的是25号的洛卡 那现在就上来了 也是相当的年轻 小熊的体系 现在这个战局马上又变得对 物华队是非常的有利 24岁 6尺2寸 那今年他在EA跟高阶EA 出赛了41场 三胜三败 16次救援成功 ERA是2.87 25号的洛卡 现在上来担任救援的工作 那现在就看年轻的投手 这个时候能不能扛得住 虽然还有两分的领先 但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蛮累的 没人出水 首先他要碰到的就是 今天还没有被解决过 还击出过全力打的陈俊秀 陈俊秀现在状况是非常好 任何的尸头 陈俊秀通常都能够把握 以他现状况 陈俊秀后面就是蒋志贤 再来是也打出过全力打的 王伯仁 所以虽然是789棒 但你看这789 已经有两棒子都出现全力打 这不是中华队的打线 所以打线是进攻能力 绝对不用去担心 陈俊秀在十二强 在目前是四成的打局率 尤其在最近两场比赛 他的安打呢 都是在最近两场比赛 所打出来的 最近六个打数出现四只安打 包括一个全力打 以及四分打点 现在又是贡献打点的好机会 在满场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之中满蕾 第一个外脚球出身给了 五二块今年在 EA的这个控球就好很多 45个三阵只有11个四华球保证 准备投了53.1局 三胜卖16次救援成功 这个变化球 一棒落空 漂亮的变化球 一角度的进了一点被选掉 这球看着选得非常漂亮 阳带刚刚现在拎的棒子 好像很想教练上来带打 当然也有可能 他会被教练派上来带打 但现在 刚刚打击的陈俊秀 大概就必须要把他挥棒的弧度 稍微来缩小 至少要把球打进场 在三点上是林一拳 二点上是带跑的林志祥 刚见名在一蕾 这个变化球造成了挥棒落空 三阵的陈俊秀 中华队在第六局的攻势 现在一出局依然是满美 我们来看这个变数球 到了好球代突然下下 形成一个挥棒落空 打击要轮到的是智贤 中华队真的非常的需要 在八棒这个位置上出现一只安打 哎呦这个低角度的球也被骗了 对 如果第八棒该出现的安打 那现在是最佳的词 对 你可以看出来年轻24岁 不过是在1A的一个投手 上来能够顶住压力 一开始就投出一个三阵 感势是看起来不错的 对 这球出手投手前传本磊封杀 再到一磊 哇 这么背的事情都出现了 蒋志贤打了一个双沙打 中华队在第六局的攻势 就这样子被瓦解掉了 仅仅靠着林志胜的权力打 追回了一分 5比7中华队还有两分落后